大家好,我是Anthony 我是香港收藏家的收藏品的投資者鑑定士 今天就繼續講我們的NFT話題 即是飛回到Digital的世界 今天就不講實際的收藏品 而講一些數位藝術 例如數位藝術方面 最多人會經常講NFT 而NFT的話,代表性人物 其實不是很多project 來來去,大家說得出的 最熟悉的都是那20個之內 而最有名的可能是CryptoPunk 因為它是第一個 而且價值最高 而另外最多人會講的 就是Board Ape Yard Club 為何會最多人會講這個 原因是因為 它本身不是太貴的東西 但它做得非常成功 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社會 令到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跟它做一份子 之後還做了很多改動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的遊戲 令到有知名人士 甚至有明星、有名師傅 都有加入 變成多了很多人 但它的名額是多少呢? 其實最多最多只有一萬件 類似一個模式 很多人會在這裏問 為何要去買一個頭像 例如現在看到一些頭像 是獨一無二的 當年來講 它做了一萬個這樣的頭像 變成獨一無二 有不同的東西 有些便宜一些 現價位 其實大約需要45顆以太幣 現在提到四千多美金一顆 可以計算到多少錢 也有多少錢 即是超過100萬以上 現在只買一隻港幣 但為什麼人們會去買一個 所以人們都很喜歡 用JPEG 其實不太公平 因為其實NFT 本身不只是一個圖 還可以是一幅圖 可以是藝術品 可以是動作 可以是歌 可以什麼都可以 可以是收藏品 但純粹只想帶出一個道理 就是它在OnChain 它之後的所有交易等等 其實你都會知道 這個其實在藝術世界上很重要 我上次也說過 如果未看還未知道 看回上一集 我上一集有說的 我想再檔案多一點 例如為什麼它可以令到這麼吸引 或者為什麼它可以成功成為一個成功的NFT Project 就是因為那些人除了他們願意付出金錢去買之外 他們會願意在社群組成為一份子 他們可能會發財 甚至上自己的Facebook 或者其他IG 將自己的頭像改了 你會看到很多明星都有賣 但它其實很少限額 它只有5.9K的Owners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會擁有多過一隻 簡單來說 全世界只有5900人 有這個資格 進入這個會 當然是當初是這樣的 因為後期它又再做了另外一些版本 另外一些項目 但如果是最原始的這個項目 的而且確只有5900個Owners Fall Price也看到44.89 ETH 其實它的模式就是這樣 你會跟我說 Anthony 為什麼價錢會這麼傻去買呢? 其實我會這樣解釋 你會當自己是一個優越感 就是像你帶 有些人去帶標 或者有些人會買跑車 買遊艇 買私人飛機 類似這些東西 它不一定是原負 它只不過是想讓人知道 或者可能讓人知道自己的品味 喜歡什麼畫 所以有時候藝術品 很多知名人都會去買 其實就是想告訴別人 自己的品味 也會有的 而且你記得一件事 就是每個人不同 有些人可能追求這件事 有些人可能在金錢上 已經沒有追求 因為已經夠了 所以想發展其他事業 也會有的 其實不奇怪的 我想再說多一點 例如這裏來說 我這次給大家看 就是OpenSea 有幾個NFT的Marketplace 都比較有名 例如OpenSea為例 其實任何人 都是Open Source 可以自己去製造一些項目 例如我現在想製造一個項目 我可以隨便搜尋一些字 例如Alco Bones 你會看到很多人 都有開發自己的品牌 例如這個品牌 你會看到它也是一樣 還有1萬隻 3.6K 有3600個用戶 但它跟承托另一個有什麼不同 就是它的價錢便宜很多 例如這個項目 只有0.017 跟剛才那個價錢差天共地 但它也是做了很多 所謂的 獨一無二 一些頭像式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買 可能它也是他們的community 好 吸引 有遊戲 又基於一些其他的role map 令到你就會去買一些這樣的project 例如這裡 你可能會看到 可能會有 它就用一個我們所謂的Godfather 這樣的background去做 甚至上你也可以看回一些成交 例如最近有什麼成交 多少錢買回來 或者最高的成交 例如最近有0.1EV購買過 例如有些圖案 可能是罕少少的 就會多人買 也有一些 可能是2EV之前都有看過 都是同一個project 只不過為什麼有些人會去買 就是因為可能它都是喜歡 覺得圖畫 純粹 又會有 或者是覺得 給別人看的品味 或者是喜歡畫 或者是喜歡一個community 或者是喜歡玩一個遊戲 都會令到有人會去玩 另一方面就是 你還要問問Anthony 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其實是的 Opensea 基本上 每個人都可以放自己的東西 例如我朋友 畫了一張圖 例如這張畫 其實他都可以把它放上去 Opensea 就是這樣說 他可能會把電腦探索到電腦上 加一些效果 或者改一改 就會直接把這張圖 直接把它放上去 Opensea 假設是可以這樣做的 之後 放完上去之後 他就會收到一個 min charge 就是gas fee 因為每做交易 其實他的平台都需要 一些錢 一些代幣去完成這個動作 所以就需要以太幣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區塊鏈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可能要遲些再說 因為牌比較複雜 但簡單來說 就像手續費一樣 而Opensea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就算你幅畫賣給人 也好 如果你有打到10% 或者什麼的premium 其實中間是可以有機會 secondary sale都收錢 例如A買家 我買了給A買家 和B買家 其實我也會有部份 的利益 是自己負責的 這個就是整個遊戲的一個玩法 所以就比較有趣 有興趣的話 你喜歡這個畫家的話 你也可以找我 因為自己是一個 還可以插畫的 之後我們繼續說 還有什麼 大家可以知道 在project上面 其實會有很多 你會看到 Sandbox Board Ape Doodle 甚至有什麼交易量 等等 其實你全部都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Opensea 其中一個優勢 你看到剛剛說的 很厲害 CryptoPunk Floy最厲害 其實他都非常出名 因為當初都是送給人 FloyPunk其實是不會寫的 因為太誇張了 很多時候是因為沒有人買 但是你會看到 由Activity到 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成交 例如1顆 是217顆的以太幣 以太幣現在是4,000多美金一顆 我都免得計 你自己計一下 一顆 現在買一塊 這些是多少錢 是天文數字 全部都是 這個就是 比美最強最強的一個 暫時 今天就說到這麼多 大家如果對這個區塊鏈 或者對NFT等等 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可以留言告訴我 等我可以再說多一點 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想喜歡聽的話題的話 也可以下一次 我多說一些關於Metaverse 元宇宙的東西 因為現在很流行 我也想多說一些 甚至上 例如一些Crypto 你想我多說一些 例如Bitcoin等等 發展如何 歷史等等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我都可以說一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片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什麼興趣 或者有什麼補充 或者有什麼我說錯了 或者說得不好 或者想修正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我會看的 我下次可能會修正吧 最後 希望大家在這裡玩收藏 其實這也是收藏品的一部份 雖然電磁化 雖然不能摸 但也是有它的吸引力 還有它的優點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